歡迎收看Keddy鬧星球 那在這個禮拜呢我們在上個禮拜呢 我們稍微聊了一下洋將 各隊的洋將基本上都有兩把刷子 所以呢在今年的P-League的比賽裡面呢 即將會有很精彩的比賽 不過這一集呢就比較特別一點啦 因為呢我們邀請到了 我們新竹街左供車時呢 最好的控球後衛 田浩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浩哥你好 大家好我是田浩 這個浩哥我跟你講這個節目很簡單 就是很輕鬆 不需要有什麼緊張的氣氛 你不知道你沒有在講 我比較緊張一點 所以我故意緩衝一下我們的氣氛 那我們知道在去年 這個第一年打職業籃球 那可是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就說 你在大學的時候 你已經開始有呼風喚雨這樣子的一個能力了 在政大呢表現得非常的好 那當時為什麼呢 你會想提早進入職業的環境 因為就是運動員的那個運動 生涯其實就是不會說 那麼就是那麼長久長遠這樣 所以就想說趁自己年輕然後剛好又有這個機會 然後就想說提早就是進入這個職場 然後就是看自己的能力到哪裡 然後去挑戰看看 所以做著這樣子 早一點進入職業的這樣子的決定 你現在覺得你的感受怎麼樣 現在的感受其實我一直都沒有後悔 然後就是當然就是提早一年進入就是 比人家有可能會比人家早進入狀況 然後也了解一些在職場上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在這一年的新加入職業的過程當中發生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其中很重要的一塊就是在第一場例行賽的時候 也是可以算是新竹街口空城市歷史上的第一場P League的比賽裡面 投進至勝的底線三分球 那一般的人投進三分球可能只是大家鼓鼓掌 對方叫個暫停啊 然後對方教練很生氣啊 然後就這樣結束了 可是你投進三分球的時候 球隊還失誤 幫你做了特效 所有的彩蛋這樣噴出來 當時你的感覺是什麼 其實我一開始就是投進的時候是很開心的 會放 可是當我突然 放一聲的時候 其實我們 我當下也有嚇到 然後最重要是後面 一下到就算了 頭上都有很多彩蛋 然後就開始看四周 就想說 欸 因為我們還會注意到時間 是 然後就那時候注意還有幾秒 奇怪怎麼彩蛋已經掉下來了 然後所以當下就是看到其實 林昂明好像不怎麼開心 可是我心裡那時候也沒有想那麼多 只是想說 剩幾秒而已 我們就趕快就把它收完 然後這個彩蛋先把它收一收 我們就是 好好拿下這場勝 可以把第一場勝 也收下來 所以在你眾多的 眾久的打籃球的經驗裡面 這可以算你 這個印象最深刻的制勝三分球嗎 可以啦 因為從來沒有冠軍炮彩蛋過 然後那天突然 就有彩蛋下來了 就很像自己那樣冠軍 沒有啦 可是就覺得好像 其實蠻特別的經驗吧 因為從來沒有就是突然說 投進一球 還是說 從以前打球 他現在都沒有冠軍賽那種氣氛 就說我們冠軍了 然後突然 跑那個彩蛋還是 掉一些彩蛋下來的 那以後 我知道了這個 欸 以後每一場比賽 只要田浩打完最後一節 都要跑彩蛋 聽到沒有 聽到了沒有 OK好這樣可以嗎 這樣不行啦太早 因為有可能第四節 上去不到幾分鐘下來 不會 只要打到最後一秒 在場上就要拋彩蛋 OK 這個安排不錯 那 你經過今年的這個經驗以後 你覺得職業籃球 跟大學籃球 可能最大的差別 會在哪裡 差別就是 其實就是身體的強度 對抗性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我覺得 就是在球場上的智商 因為會在這個 層級打球的 就是老大科啦 然後學長 他們就是 打了那麼多年 然後對籃球的理解 就是都已經 比我們這些從學生啊 或者是還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還要來得好 對 所以我們上來的時候 除了球 除了身體素質輸 或者是身體條件 沒有不如人的情況下 但他們的同腦又有可能說 臨場反應 或者會比我們這些小學弟還要好 對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堆積理論 你知道我的堆積理論是什麼嗎 因為你知道 你在國中的時候 可能你國一 國二你已經很厲害了 稱霸國中 然後因為 國三的人馬上又畢業了 所以你國三就稱霸 可是你到了下一個階段 你到高一高二的時候 你可能高二要稱霸 那高一高高三的時候 你絕對就稱霸 然後到了大學的時候 你又是四年 對 那可是很不幸的 到了職業的環境的時候 就是過去 可能在你高一高二 國一國二的時候 那是在你前面那個國三高三的人 對 都全部堆在這邊了 就是他們全部在這邊等你 對 所以這個感覺起來 去年你是怎麼適應 像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去年 其實上半季 剛開始打那段時間 自己還是在不適應的情況 嗯 然後表現也沒有到 就是自己想要的那種 運氣 可是後來就是 因為有老大哥也會教我們 就是也會讓我們 跟我們講一些經驗 對 然後就慢慢去調適自己 然後就是 最主要好像就是心態吧 我覺得到了職業隊 就是心態比較重要 對 要有強大的心理的建設 對 適到的挫折 知道這個是 短暫的 因為過了這個挫折以後 接下來又越走越順 對 那事實上有這樣子嗎 確實有 哈哈 OK 應該有籃球 那另外的 在這一年下來 你記得以前打高中籃球 國中籃球 大學籃球 都打有點像 杯賽這個樣子 一個階段 連打大概八天對不對 那大學有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打一個循環 也是一個階段 就打個六天這樣 那現在打主課場制 沒有連打八天 連打兩天 你覺得 這個好玩嗎 其實 好玩是好玩 但就有點像 我們以前小時候 看了國外的比賽 像例如NBA 還是哪裡 就是他們都有主課場制 所以我們以前在看 這些球賽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有那個夢想 最後終於一天 我們可以就是 分主課場制 因為主場就有自己的球迷 然後課場有別人的球迷 或許還會給你一些虛聲 就在球場上 就是你會有一些 很亢奮 就是有那種激情 想要就是 打好每一場球賽 再來就是主課場 我覺得 就是一個 在台灣就是 現在開始又有這個 主課場制 就很好的經驗 然後讓我們去享受這樣 那你覺得新竹的主場 怎麼樣 我目前覺得最熱情 應該就是我們新竹了吧 那你到了 以前你在大學打籃球 高中打籃球 你可能也會到高雄 那幾個大一點的城市 去打某個階段的比賽 那你在去年經過了 一個球技的 去別的縣市打比賽 你覺得別人的客場怎麼樣 你覺得誰的客場最難打 客場 富邦吧 富邦比較 因為富邦一樣 球迷也是蠻多的 對 其他像 領航員 剛好領航員去 上一季我們都遇到疫情 對 所以領航員不是 閉館打就是 最後好像太 就是 有開放一兩次而已 對一兩次這樣 所以他們還感受不出來 阿不然家就是 就是 球迷也是蠻熱情的 只是就是一半一半吧 是 可是不像我們是在新竹 就變成是我們的居多 對 台北就是富邦的居多這樣 對的確 這個主客場開始了以後 我相信 打籃球的這種風貌 也會跟 這個球員的感受 一起的改變 會有一些打球不一樣的 這種感受 所以有的時候 他也會影響比賽的決定 對不對 那 在 去年加入球隊以後 那 你也 開始適應一些新的隊友 但是我相信 球隊裡面也有一些熟悉的面孔 有一些你過去就很認識的 但是你認識他們不代表說 你有跟他們一起打過球 或者是有跟他們 這個 有 隊友的關係 那 你要不要跟我們談一下 過去一直跟你 最大的競爭的對手 在國高中大學時代呢 高國豪 你跟他的相處 是怎麼樣 其實相處就是 不像就是以前啦 以前我們都是被拿來比較 但是其實我們從以前 國中高中 就已經認識 私底下我們就是會聊天啊 就是哈拉一下 可是到了職業隊 我們又有同 我們就變成同一隊了 私底下其實相處 他其實也蠻好的 就是太過動了 活潑了 所以有時候就是會 會比較 就是會 脫線嗎 有時候會比較難溝通 難溝通的原因是因為 他永遠都是在 三千六百轉 對 他那個 二十四小時都是嗨的 那 有這樣子的隊友 跟有這樣子的 對手的差別 你覺得會很大嗎 如果是有這樣的對手 是應該會蠻頭痛 可是如果有這樣的隊友 其實有好有壞 好我就是 看國豪就是 他就是有那個 能力可以帶動 全隊的氣氛 因為他就是 很會做一些 搞怪的東西啦 動作啦 然後就是 練球的時候也會 鼓勵大家 雖然就是 反 反 反 可是他就是那種 就是可以讓我們大家 在士氣悶的時候 他可以帶動這個氣氛 所以我覺得就是 球隊就是 要有一兩個這樣的球員 有點煩 我還蠻認同 他那個不誇張 那個私底下 真的可以講嗎 這個他還蠻好玩的 我覺得 有這樣子對 有的時候也是個開心果 對 他的確是開心果 那 在去年的球季 打出了一些的成績 特別在球季 後半段的時候 你已經開始慢慢融入 比賽的節奏 開始了解 比賽的運作 那在後半段 也跟幾個隊友的搭配 是越來越成熟 那這經過一年暑假的訓練 對新的球季 你有什麼樣子的期許 就是 因為去年我們是第一年 然後很多時間都在磨合上 可是今年的我們就是 大家都是彼此都認識 所以磨合的那種不用那麼久 不用像去年就是磨合時間要很久 所以今年就是 我們就是準備好了 所以就是新的開季由我們來 那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今年飛球季的時候 你大概做了什麼樣子的加強 跟你認為去年你需要加強的弱點 今年你做了什麼東西來改變這些問題 就是 就是我的最主要的重點 就是除了身體的條件 就是身體 因為我比較矮小 所以就身體就是要 練啊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我的投籃 所以就是在休賽季 我們這段時間就是 教練團這裡有安排 就讓我們 有時間 就是一直多練啊 所以多練 對 所以對今年的球季 想必應該是做好了準備 OK 很好很好 所以呢 這個我相信 田浩在暑假的時候所做的訓練 在今年的開季一定會有良好的表現 那我們這 今天的訪問這邊到了一個段落 所以呢下個禮拜 我們還會跟田浩聊更多 有關於他籃球的一些故事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我們下個禮拜 每個人ereiti 那时だけ alliance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下個禮拜